一人曾知乔,乔乔,14岁以女子组合Sweetie出道,之后也跨组主持,戏剧领域,更在2014年入围金中奖,精湛的演技有目共睹。 看似演艺生涯顺遂的她,其实曾在19岁时罹患忧郁症,乔乔坦言,那6年是人生最低潮的时刻,甚至有想要退出演艺圈的念头。 乔乔接受It Today,专访表示,自从14岁出道后,旧的兼顾演艺工作和课业,常常让她分身乏术,甚至还因此罹患忧郁症。 她坦言,那曾是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,即使拍摄许多戏剧作品,走在路上却没有人认出来,让她相当挫败,甚至有6年间没有任何广告。 代言,也开始怀疑自己,是不是该退出演艺圈。 回忆起人生低谷的乔乔,她透露,那段时间对于工作相当厌倦,却也学会如何为自己,她开始不再在意世俗眼光,告诉自己不要急,只要平常心做好自己喜欢的事,我大喇喇走在街上,不红也无所谓,不论命运好或坏,我就是层之乔。 走过低潮的她,也将自己走出忧郁症的历程写成一本书,她表示,希望能让其他在挫折里的人,感受到一点点温暖。 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